每年的3月到5月 是墨鱼捕捞上市的高峰期 这两天 广东 阳江 阳西县的墨鱼交易 已经特别火热了 在广东 阳江 墨鱼的交易一般都在下午 不时会有渔民 把捕捞到的墨鱼运来 卖给收购商 收购商会将墨鱼放养在网池里 一只只墨鱼在水里游来游去 看上去十分鲜活肥美 这些新鲜墨鱼 很快就被收购商 和当地海鲜排档的店主收购了 我们每天都要过来收购这个墨鱼的 这个墨鱼一定要在清明节前 在不打雷的情况下一般都有的 今天打算过来采购200斤左右